发生之后几分钟 位于台南县的一家纺织厂发生了火警 火势迅速的延烧 一千多名员工紧急的撤离 损失高达上亿元 另外在台南市区就在成大医院附近 地震造成了马路的水管破裂 当场淹大水 浓浓黑烟向上窜身 大火烧的凶猛 六层楼高的厂房几乎烧得一片金光 火海中员工惊慌往外跑 这是位于台南县的红远新叶纺织工厂 地震导致仓库内的轻钢架掉落 引发火灾 加上仓库内部都是毅然的纺织原物料 以及布料成品 火势越烧越猛 不到几分钟旁边的宿舍区全部陷入火海 由于纺织厂的实验室存有大量的化学物质 现场浓烟直冲天际 呛的消防队员也受不了 紧急调派直升机打起火 这场大火从上午八点多 延烧到下午三点 起火的工厂主要是帮国际品牌 像Nike 爱迪达等做代工 还好无人伤亡 初步估计损失超过新台币一亿元 马路变成涌泉 这起地震也造成台南市区 城大医院附近马路的大水管破裂 路上淹起大水 车辆无法通行 也让周边大塞车 交通几乎停摆 工人赶紧抢修 这起大地震又是引发大火 又是大水 让台南很不平静 记者台南综合报道 震就是搞破裂 记者台南车辆